小片里面听到一些端倪啊 这个现在等于创业了是吧 是的 做婚庆公司 也是一个婚庆工作室吧 特别忙 有旺季和旦季 旺季的时候特别忙 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自己创业了呢 一岁多吧 就因为这个工作室所以才有矛盾的 还是在之前就有一些矛盾了 我们结婚这三年说实话 有时候一些小的问题 可能也会发生正常 因为我们俩性格碰撞 比较激烈 她就想要我在家带孩子 做一个全职妈妈 但是我不愿意 我就想在外面做自己的事业 因为我觉得女人就应该 甚至年轻还是要在外面闯一闯嘛 那你那么早嫁给她干嘛呀 你嫁给她的时候 没跟她聊过这事 说我嫁给你了 我还是要在外面闯一闯 当时没有聊过吗 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聊到这么远 但是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的嘛 然后生了孩子 我就想着还是要出去 要工作 她不同意啊 所以我们就吵 让她工作呗 我希望有一个安稳的家 我希望我的老婆能在家里把孩子带好 把家里进行好就行了 我主外她主内嘛 我觉得这样不挺好的吗 那她愿意工作 你得让人工作呀 她去工作有影响吗 对家庭生活 肯定啊 因为我们的孩子就带不好 这是最基本的 然后家里就没有一个家的感觉了 所谓孩子带不好的标准是什么呀 就有时候因为我们家里比较忙 因为我们厂里比较忙 然后孩子有时候被人带的时候 我妈有时候忙得可以说是 这上面说你是个体做买卖是吧 对啊 我们就是开那个塑料加工厂的 然后因为也是小本金全家都得出动嘛 然后就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其实她是最好 自己的就是孩子的母亲嘛 在家大孩子是最好的 但是她不 她要出去 就因为这事我们吵了很久了 这看来已经不可调和了 那现在宝宝谁带呀 宝宝有时候是我婆婆带 然后有时候我工作忙的时候 就交给我妈妈 你也不愿意带 不是我不愿意带 有时候我真的忙起来 我真的顾不上 对你忙起来的时候就交给妈妈嘛 不忙的时候交给婆婆嘛 你是自己不带的吗 是你自己说的吗 也不是 我其实也是尽量的想抽时间陪孩子的 我也不是说 一心扑在工作上什么都不管 理解理解理解 都理解 我确实有时候太忙了 而且最近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吵得可以说是心力交瘁了 而且她最近还因为这个事动手了 我真的觉得忍不可忍了 我真的觉得过不下去了 你知道吗 什么情况下你跟人动手啊 也是因为我一个朋友 他买月宴请我去喝酒嘛 看在场的都是生二个了嘛 然后其实我也挺想 对 然后我就喝了挺多 回去就趁着这个机会 我就想跟他聊聊这个话题 然后我就好好跟他说 他理都不理我啊 我感觉我就像空气一样 这种压抑的感觉在家里 我觉得已经 其实太久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 很火 我回去把他的鞋动就撕了 他就站起来 骂我 我那时候喝了酒 那时候就火了 没忍住就打了他一下 你觉得你动手就是对的是吗 那天你喝得最确确的回来 一回来就跟我讲 让我放弃我的工作 让我生孩子 我在那写策划案呢 我费寝忘食地工作着呢 你倒好 一冲过来把我的策划案 就全给撕了 那是我的心血 你知道吗 我说的不好听点 你去参加你那哥们的 满月宴 你不就是羡慕嫉妒恨吗 你羡慕人家生了个儿子 你回来就找我吵 我不烦吗 最后你还动手了 动手这么久了 我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你有跟我道过歉吗 我怎么没跟你道过歉 你回娘家 我给你打电话 你不接 我给你发短信 你也不回 我怎么知道 你回娘家是重新回去的 还是回娘家工作 那工作室 我还没说呢 主持人 我其实根本就是 完全反对他开工作室的 然后他背着我 找他妈借了一笔钱 把工作室开到他娘家 三天两头 带着孩子住那边去了 忙的时候 半个月都不回来的 感觉就像一顶脸一样了 已经我觉得 我父母看了会怎么想 我朋友们看了 还有我们真的 就这么分开了呢 我就特别恼火 那我做这些 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庭吗 还不是想给你分担一点 你又是独子 我就不想要你有那么大的压力 而且我也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呀 你指的为了孩子是指什么 我也想就是给孩子 创造更好一点的条件嘛 父母陪着他 他不就是最好的条件吗 我觉得每一个孩子 真的需要一个优秀的妈妈 来引导他 而不是一个整天在家里 那种家庭主妇 我觉得有一个好的心机 去带孩子 孩子带出来 我觉得才能更好 多去外面闯一闯 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而他就想让我在家 做家庭主妇 洗衣服 做饭 带孩子 再给他生个孩子 我觉得这样的人生 太没有意义了 我觉得他压根就不是 一个称职的母亲 你知道吗 有一次也是他带的孩子 在娘家忙着工作 有一次孩子发高烧39度多 烧了两天 他就给孩子买了一点药 叫他妈给他孩子喂嘛 什么药 然后那些感冒退烧的药 后来他妈喂药 不见好转打电话给他 他说他没时间 他打电话给我 要我去接 我一过去 孩子他就看到我了 我说爸妈看到我就哭 他说他要我带他去找妈妈 我给你到哪里去找妈妈 我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真的很火 那时候孩子一哭口水直流 然后我真的看得很心痛 我一带孩子到医院去 后来医生一检查 说孩子得的是那个手足口病 因为手足口病就是发高烧 首先嘛 没有意识到 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 然后医生把我骂了一顿 他说你们怎么做父母的 他说孩子还晚送来两天 后果不堪设想了 已经因为他的喉咙已经开始溃烂了 他已经无法吞咽了 你知道吧 然后我的口水一哭口水 只能往外流 真的我气不过你知道吧 我不可能支持他的